禁用塑胶吸管理约市议会通过 理约热内卢可能很快成为巴西第一个禁止在海滩小吃店、酒吧和餐厅使用塑胶吸管的城市 昨天下午,理约市议会二读通过一项禁止餐饮业者提供塑胶吸管的法案 这项法案规定,不遵守法律的营业场所将处以巴西币3000元,约新台币24000元,罚款 如果重负犯罪,金额可以倍增 法案同时建议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质环保吸管,取代塑胶吸管 非政府组组织《我的理约》,Murio,发起线上联署活动,吸引超过15000人支持相关法案 现在只差理约市场克里维拉、Marcelo Crivella,才定即可生效 非政府组织在活动网页上指出,吸管约占全球总垃圾量的4% 虽然莫有足够数据显示巴西的吸管使用量 但在像巴西这样的大陆型国家如美国 每天估计使用5亿只吸管 如果把这些吸管连起来,足以绕地球两圈半 《理约》的策略符合打击塑胶垃圾和预防海洋与染物的全球性运动 据联合国表示,至少有50个国家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最近,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新规定,也是为了减少 甚至禁止使用一次性塑胶产品 这些产品占欧洲海滩最长限废物的70% 印度也在本周宣布未来五年,将遵循相同政策方向